马说,周杰终于对林心如颇来的谣言发言,可林心如一句回怼揭露真相。 9月6号晚间,周杰公开发布状态澄清谣言,原来早在多年前,林心如上台湾综艺节目《康熙来了》的时候, 跟蔡康永与小S聊到,自己在环州阁各拍摄中被耳康舍吻,自己紧闭牙齿,可周杰还是使劲攻上来。 这档节目在台湾播出之后,立马引起内地与台湾林心如粉丝的疯狂,大量批评之声指向周杰。 而周杰在这次的澄清中质问林心如,既然自己抢吻她,她当时为何不作声? 选择在一档台湾的综艺节目中说,不过是认为这个节目大陆看不到,纯粹跟大陆艺人找茬等等。 周杰的质问倒也有几分道理,若是被抢吻,为何当场不作声?确实值得林心如方面回答一下。 不过,林心如给出的回应倒是顾左右而言她,品行自在人心多说无益。 同时,林心如方面不识实际地回怼了一句话,带节奏我们不冤。 带节奏是什么意思?这个真相值得揭露一下。 习惯概念中,带节奏是打游戏的时候,比较强势的主攻手带领大伙一起强攻,获得一次进攻的主动权。 而娱乐方向的带节奏,则是主攻手制造娱乐话题,让吃瓜群众帮助一起宣传造成一定的娱乐势能。 林心如方面认为,周杰这次带节奏有所预谋。 近日,康熙来了虽然早已停播一年,但宣传攻势非常迅猛。 林心如在此节目中说的周杰强吻话题再次被提及,都少有主攻节目热度的嫌疑。 林心如方面的不冤,只是言简意该不帮助炒作。 此事虽有炒作嫌疑,但林心如方面确实有必要正面回答一下。 既然敢在节目中说尔康舍问自己,为何不敢在剧组当面指出呢? 如果女演员遭遇非礼,当场发飙,不是更好吗? 若是当场并无此事,只是林心如做的一个话题, 那多年之后是否应该对周杰道个歉呢? 更多严肃娱乐评论,欢迎各大APP搜索马庆云进行订阅。